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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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脚步上尖叫声乱作了一团 疯癫过后 育儿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着 跌跌撞撞的跑向了宫外的竹林 而得到消息的从事官也快马加鞭的干到此处 明明女人的尖叫声就近在耳边 但同事官却遍寻不到她的踪迹 身边不断的传来异响 随着手里的配刀行情一挥 一张写着语字的不断 突然显现随风飘动 与此同时 在竹林附近的小溪里 一名寄生正在溪水中沐浴 和客人打笑嬉闹的功夫 育儿的尸体就浮出了水面 脖子上清晰的掌印 看上去就像是人为所致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根据武座的描述 最近宫中倒是有不少人离奇的死亡 然而大家都在猜测 那是前朝死去的皇帝仁宗 化作的公赞鬼所为 但是武座却觉得 事情应该和前些日子突然发疯后 就神秘失踪的育儿有关 几天之后 育儿的尸体被找到 武座在尸检之时惊讶地发现 他脖子上的掐痕 竟然是自己所为 但真正的死因却是溺水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育儿究竟是自己溺水而亡 还是被人预谋陷害的呢 随后 武座还在育儿的身上 发现了一枚 只有一为人妻的女人 才会使用的钮扣 难道育儿已经嫁人了 案情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晚上 独自待在屋中的上扇大人 还在埋头研读 突然 一阵阴风吹开了门窗 又将蜡烛给吹灭了 屋内顿时漆黑一片 他提着灯笼走在悠长的走廊上 此时金内侍突然来报 大人 你已经被跟踪了 请千万要小心啊 但上扇 却早已看淡了宫里的一切 泰然自诺 然而 就在两人交谈之时 在黑暗的深处 一道鬼影缓缓飘过 看来这个宫里 确实不太太平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武作和侍卫 在审问宫女的时候 却发现 最近有不少人 都在打听育儿的事情 甚至在他的房间里 还发现了一名 鬼鬼祟祟的太监 但在捉拿的过程中 侍卫竟然让太监逃脱了 你就说说吧 你是不是故意的 一个堂堂的大内侍卫 一个大男人 居然跑步会跟娘娘的枪 哼 算了算了不说了 咱们接着来说剧情 话说这一连几日啊 案子都没有丝毫的进展 直到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 宫中又发现了一具 面目骇人的男尸 从随身携带的耳带来看 这位嘛 很有可能是已婚的一位官员 而这具烧焦的尸体 也让从事官想起了上善大人 曾经的预言 他笃定对方一定知道些什么 又是一个狂风大作的晚上 正准备下班的上善大人 却被藏在身后的上公勒住了脖子 一路脱形着 等到从事官等人赶到的时候 上善大人已经被悬挂在房梁之上 变成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了 随即从事官带着侍卫 来老爷子的私宅查找线索 却意外发现了行踪可疑的金内侍 原来上善大人是他的养父 对于父亲的死 他也感到非常的可疑 所以在此连夜追查 随即金内侍将养父生前 叮嘱自己保管好的书切 交给了从事官 然而正当他要说出 6月25号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时 一只利剑射了进来 就这样一条重要的线索戛然而止 从事官思索了很久 读紧了上善大人的书切 6月25日 早朝结束 先帝前往大飞殿巡视 大飞亲自端出五色笔迎接皇上 奇怪的是 先皇却用左手施兵 大飞一直紧盯 皇上临走时 大飞还对先皇身边的上公们 进行了赏赐 而这些举动 都与往常的大飞 有着太多的不同 除此静电 皇上直奔父羽术下 黯然神伤 这一切都异于常态 无律烟表 在侍卫的提醒下 从事官想起了那副 写有羽字的不断 应该和父羽术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侍卫发现死去的男性和育儿 正是秦人的关系 随后从事官渐渐还原了不少 发生在先皇身上的事情 原来大飞甚至还做过 在先皇寝宫放火的事情 好在当时还是世子的先皇 被父亲给救了出来 看来这个大飞 还是确有重大嫌疑啊 晚上 大飞在寝宫中休息 卧房的门却突然自己打开了 没有注意的他 还若无其事地照着镜子 却不曾想 镜子中却引现出先皇的身影 然而等到他回过头来 却有什么都没有 与此同时 急于找出真相的从事官等人 也受到了袭击 世卫一掌挡住了利剑 救了从事官一命 然而下一秒 耿耿利剑就穿堂而过 一群神秘人破门而入 双方战斗在了一起 但寡不敌众 从事官深受重伤 而此时正趴在桌上浅睡的上宫 突然感觉到屋内已黑 先皇的鬼魂随即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拿着有毒的五色笔 执着想让上宫吃下去 虽然崩溃的上宫挣脱跑开 却没有注意到地上那根立起的发簪 随后跌倒一觅呜呜 紧接着 先皇来到了大飞的寝宫 他想起儿时和大飞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那时自己尚且年幼就失去了生母 只有入宫不久的大飞 将自己像亲生儿子一般看待 难道他们就不能再回到从前那段时光吗 而对于大飞来说 他只要拥有至高的权力和无上的地位 就可以守护自己和年幼的孩子 但在这个痴人的后宫里 女人不为自己谋划 那是根本无法生存的 而先皇正是知道了大飞走到这一步的不易 所以明知道五色笔中有毒 也义无反顾地吃了下去 他最后一次向大飞跪拜请安之后 转身离开 面对如此宅心仁厚 身名大义的先皇大飞痛苦地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着 而受伤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从士官也终于醒来 看着手中的那块布段想起了先皇梦中告诉自己的 毒是他心甘情愿自己服下的 他想以自己的死来警醒朝臣们对于权力的争斗 但这样做真的能有用吗 这个皇上恐怕太天真了吧 而从士官手中的那块布段也像是终于完成了使命一样 飘荡在半空中渐渐消失不见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 皇帝之所以被称之为孤家寡人 是因为他被迫放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平常人家的亲情爱情和温馨和睦的氛围到了皇帝这儿 免不了就要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的虚假一番 如果给了你一次机会可以选择的话 你是会选择至高无上的权力财富呢 还是会选择归于平淡的普通生活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还想继续看下去 请在评论区点赞留言告诉我吧 喜欢我解说的小伙伴 记得多来捧场啊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再임9개월 만에 세상을 떠난 인종은 대비 문정왕후가 주다리 떼 준 떡을 먹고 독살을 당한 것이라고 야사는 전하고 있습니다 또한 원래 자주 그 모습을 나타냈던 귀신은 특히 대비전에 자주 출몰해서 문정왕후를 공포와 두려움에 떨게 만들었으니 마침내 1546년 명종 1년 대비전을 창덕궁에서 경복궁으로 옮기게 됐다고 조선왕조실록은 전하고 있습니다 Blickity Defence 盛り便携acy